2023年买房该注意的三大面向 而这次透过实际销售经验 来分享一下对于现在要买房的抉择而言 什么样的房子在市场上相对保值 好转手 今天会用国家统计数据来分享 现代买房租群制产的观念 以及分享对于挑选房屋时 想要有保值的条件 在长远的看法 该注意哪些事情 先从台湾人买房的行为习惯开始说起 我直接用这张范恩图来带你理解 大部分买房人最大的理想 不少人都希望能满足以下条件 蛋黄区地段 价格便宜 评数大 摸摸自己的心 看看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但现实是这样的物件 其实基本上很难存在 除非是附带特殊条件 要知道很多人刚开始看房的时候 往往会觉得自己要一次满足所有的需求 尽可能把长远的未来都一并规划进去 毕竟买房是人生大事 重则就是百万千万其他的花费 谁会想花了那么多钱 还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呢 但联络了不少仲介 一间间房子看了又看 从房价开始暴涨 到房价开始下修 都可能还找不到自己综艺的房子 回到实际面来说 发现自己的需求 似乎找不到理想的物件 影片后续我会直接以我长期的观察角度 来分享让你明确且合理地知道 什么样的房子符合现在市场的需求 也避免你掉入无限刊物的死循环 那我们就先来聊聊关于自住房屋 你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直以来有长期在订阅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不是叫大家不要买 而是更知道自己的主要需求是什么 还有最重要的是 买房对你而言 现在到底有没有急迫性 所谓的急迫性我一定得澄清一下 并非是房市数据上 看涨看跌 让你的信心跟坐云消费车一样起伏不定 而是你现在的负担能力 以及真正的使用需求 试着想想看有没有以下情况 小孩已经面临要出生的问题 目前住家空间又非常小 刚新婚的你 老婆跟你的家人一起住 婆媳关心闹得不可开交 看上的这间房子 符合所有自己喜欢的条件 总价与自备款也足够支付 只要你有符合上路其中一项房价 无论涨跌 你都可以认真的为自己买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注意听好 因为买到房子之后的涨幅 不过就是账面数据罢了 即便再是涨价 也只是可以拿房子多带点钱出来 而且一般正常的制度观念 不太可能今年买 过这两到三年后就卖掉 外加上现在政府各种打房新制度 短期的买卖要是获利 还要再课征高昂的税费 所以回归正常的自住观念 就是这间房子能不能满足 你现在的生活需求 主要先不谈两年前的房价暴涨 到现在预期未来的跌幅 有买房自住需求打算的人 建议还是多看看自己喜欢的区域 目前主要的行情区块 以及实价登录的整体走势 真的有看到喜欢的物件 也可以试着主动打给平台上的仲介 约去看房 毕竟房子要实际看了 才能真正对内部环境有感受 网路资讯呈现得再漂亮 不如实际自己去走一趟 那我们接下来聊聊年轻族群想买房 又想要有投资的观念 该重合下手吧 我知道大部分人的心态 是希望自己买的房子 未来至少要能好脱手 以至于不赔瘦 对吧 这边分享几个我在交易买卖上 遇过很不错案例 跟大家分享 主要的族群是以30-40岁为范本 以下我用范例来举例给你听 这些族群多半都是新婚夫妻 或是正打算结婚的年轻情侣 根据身边人分享 正常人第一次买房 都是在30岁左右 有可能是双方父母赞助头期款 正好你也要买一间房 定下自己的人生 与心爱的另一半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时候父母的意见或自己的想法 往往会有很多冲突 所以到这边 记得先帮我把影片按赞 分享给要帮你出资的长辈看 我这边直接用一个长期规划来告诉你 年轻第一间房子该怎么选 这边的区域就以双北或各大都会区为例 我建议买乌林大约0-15年内的 新大楼两房的物件 因为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你应该先抱持着先有房的概念 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想法 厘清自己的真实需求 可以更清楚知道如何选房子 首先真实需求是 你现在需要有一个新的空间 可以容纳你跟另一半的生活 这就是最核心的需求了 这时候你应该把焦点放在两个人的生活 说到这里可能还会有人不认同两房格局的物件 因为硬生生就少了一个房间 与以往的主流餐房不太一样 但我这边拿出数据来说明 以台湾目前的人口加户数结构来说 加户数确实是逐年增加 要知道加户数增加 但是家庭每户人口数却是逐年递减 什么意思 我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举例 以往我们认知的核心家庭就包括 爸爸妈妈儿女可能两人 一家四口 这是基本的核心家庭 以现在的少子化冲击 外加晚婚等因素 你觉得三房结构的房子 还会是最主流的选择吗 我这边在提供一份数据 是关于各类房型在近年的成交占比 可以看到基本六都两房比三房的成交量高 而这些只是近年的数据 要知道台湾人口生不如死 从2020年开始已经走向交叉点 未来在都会需求自产的你 又以目前的高房价市场来说 你可能遇到的问题 也跟大家遇到的问题一样 而这边我就不建议买老旧但平宿大的公寓了 因为本身屋龄的老旧 你也该把自己预计使用的年份算进去 尽管到了未来 你要再转手 屋龄是不是就会成为了转卖的抗性 老旧公寓即使坐落在都会蛋黄区 在买卖上就是吃定整体的房市景气 房市好的时候 基本上单价可以拉得很高 房市不好交易量很差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有行无事的存在 这边确实不建议要大家 当作以换房为前提的人作为考量的选项 拉长远来看 顺着总体人口变化考量当作是投资 自产的标的才不会面临赔售的风险 毕竟考量整体市场风气的是大家的需求 如果偏离市场的主要供给 那么也是导致物件赔售 或可能会卖很久的风险 真心建议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至少是抱持了以防换房的角度来自产 硬生生买下自己负担不了的产品 不只会对自己造成影响 可能也会连累到你心爱的人 我也知道大家最近一直有持续看到新闻 认为房价已经要下跌等等的说法 各式各样 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央行持续给予的态度 也只是希望房价软着陆 顾名思义就是 不会全盘跟进美联准会的升起脚步 而是一步步的下修 要等待不是不行 但毕竟下修的初期 新一点屋龄的两房格局物件 可能不会这么快反应下修 毕竟这些持有两房物件的屋主 持有年份不长 同时就需要考量当初购入的成本 要浪价的可能性其实就不高 那么反过来说 你实时可以看看屋龄大一点的房子 这边有个自观影响 溢价幅度的因素 可以去问问看 带开你的仲介 你看上的房屋的屋主 是不是第一手持有 如果是的话 你的溢价空间有机会更大 我这边解释给你听 假设屋龄20年 屋主也自住了20年 因为现在属于买方市场 看房的人不多 屋主要卖房 其实考量的只是赚多赚少 假设20年前 该物件的取得成本是600万 来到20年后的今天 整体社区的总价行情 大约来到1500万 这时候如果因为需要资金而卖房的屋主 其实当初的取得成本不高 自然会有更大的谈判溢价空间 最终假设你成交1200万 那么屋主司机也赚了600万 自然你成交的均价 看上去也比行情来的低 所以千万别被一些 开价高于行情的标牌价给吓到 毕竟仲介已经买方 不到最后一刻都无法 轻易探出屋主真实的低价 我相信在买方市场的时候 你只要愿意跟仲介看房 仲介一定会很热情的询问你 有没有喜欢 要不要下个斡旋 这时候你可以提出上述观念 或许可以让仲介知道 你不是在开玩笑 而是认证做过功课要来买方 我们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 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座 中天财经频道 与情同行 联整会超音 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 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 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通膨的回机 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减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了 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 投资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美洲晚间八点 中天采定频道 张耀廷和您一千通行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周报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您也知道 这个池泽水变钱 对它养不起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啦 房价啦 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啦 还是资产的安全性啦 还是市场的波动度啦 都在往下 掌握肌肉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